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了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先生在這裏 Rafi早安 如果嘉靈觀眾有事想問Rafi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事不宜遲聽聽賀小姐的電話 早安 兩位 早安 麻煩你想問1766 現在人家炒了那麼多 如果再看低些位置 入不入不過 未有貨 短線的 中國藍車1766 最新是跌六仙 去到5.98 最近比較多消息 有補貼 機電方面的工程又開始啟動 等等那麼多消息 可不可以再入試 當然 剛才Jane有說到 和韓宇都知道 近期藍車好或相關的鐵路股 或者基建股都一起被炒上 當中最主要因素來說 一定是受到國家的一些 資助的一些方案 或者援助方案 加大一個提速等因素 是炒起了 所以正正這幾件事 當然你說短時間令到股價炒起了 但實際來說 這些有效的一個反應 是需要終長線看的 所以我覺得也挺值得 學小姐可以撐回來 回到這一刻 在這裏扣立 第一點是覺得可以這樣做的 至於藍車方面 假設接下來回落的時候 去到什麼位置 去選擇的時候 我這樣看 你看到近期這幾天 做了幾天衝高完之後 其實這幾天已經開始調整 回到不少了 但如果安全點 或者理想點的買入價 我覺得可以預備多一點耐性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成就叫做再回多一點的時候 大概試回五角八樓下 如果五角八樓下這邊位 我覺得去到吸納 相當是比較直撥多一點 反而這個中短線看 看有沒有機會挑戰 之前一次高位 大概六個三個半載這價位 因為其實你說拉上這個高位 或者近幾次 再之前一次來說 三次其實都是大約六個二 至六個三左右這價位 形成三次也破不了頂的格局 所以變相 我覺得如果你二五角八樓下 上車的時候 先以六個三、六個四左右這價位 做回事 當然如果受回下半年 再上一步提速 或再上一步加大現象的時候 令到股價再衝破得到 當然繼續拿著 但短線看 二分六個四做回目標價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何小姐 沒有了 謝謝你們 多謝你電話 還有下一位家庭觀眾 李小姐早安 早安 早安 我想問一下三九零 甚麼價位進的 OK OK 又是問回同一個板塊 Rafi 三九零 中國中鐵 最新來到3.02元 暫時跌1.30% 都是沒有貨的 當然 問得三九零 跟剛才藍車一樣 都是相關良的板塊 當然受惠的程度 都相對似 但如果從股價上看 這隻甚麼價位進入 始終這隻 雷積升幅反而是 剛才這隻藍車為之大 甚至回來講 這一刻 都沒有大大的一個調整在 所以我覺得這隻 相對還要有多少耐性等等 如果是安全一點 當然看看有沒有機會 大概兩個九零半左右的價位 三元以下的位置 即是上一上車 兩個九零半左右的位置上車的時候 我覺得中長線看 挑戰之前三元三無一 這些價位的樓上 我覺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因為看到這一陣上來 其實相關成交都是配合的 即是可不可以有成交支持 亦是有資金去追捧的 不是自己剛升 事實上來說 反而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短線有個調整的時候 大概兩個九零半 兩個九零價位 都可以考慮去上車 先要大概三元三無一 做回目標價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好 麻煩 多謝你電話 這位隔壁觀眾 不如剩下的時間 談談大市方面的情況 我看到今天恆新指數 在競價時段 就是低開41點 開始之後 這一刻就升 升近23點 去到18,736點 成交額方面有78億 而國企指數 最新是升近15點 報9,554點 我看到在上個交易日 美股來說 就要下跌74點 最主要是歐債方面的問題 沒有得談 但現在火燒連環旋 燒到西班牙方面的情況 有報道說 西班牙一些比較有錢的自治區 都要向政府借錢 需要一個融資的情況 不如問一下Rafi 現在外圍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外圍情況非常之亂 好像你這樣說 不斷有一個連環旋 效應在 其實不是這一刻才有 當然西班牙方面 現在又再說出來 但問題上其實不斷都有 但最新來說 就看到連西班牙當地的一個 叫做經濟原本是最好的 甚至佔當地GDP五分一的自治區 加特羅尼亞方面 都在上周末突然向政府求助 雖然說大家都有意外 因為當中這個自治區 要的債務在融資的比重比較高 加特羅尼亞裏面 巴塞羅尼亞這個首富 其實都佔了135億歐元的 叫做在融資的壓度 而華倫西亞方面 加了81億左右 雖然說 這方面當中上周 看到他突然向政府求助的時候 大家都顯得是有心了 除了連當地的那個叫做見到 可不可以見到 即是西班牙的債息等等因素 又再有少少的上升勢頭在 但當然你說這刻 是不是有個大幅秋升 或者大家很憂慮 暫時都真的見不到 因為剛剛說到 這個西班牙問題好 或者那些問題都好 不是上周末才出來的事 大家自然都知道 只不過是突然間有了一些消息出來 才令大家的憂心性又再大一點 整體來說 要看看接下來 究竟無論西班牙政府好 或者歐元區或者歐盟都好 有沒有什麼落實的方案 去到幫助這方面的事件 因為其實近期都見到 除了剛剛所說的求助之外 其實見到上星期 全家歐盟方面 有人想落實很多的措施 去到一些歐洲的銀行體系 或金融體系 所以你說接下來 看一下這些措施 能夠如期落實 或者真的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如果你可以的話 變相我相信 對大家的憂慮性 有了一部房底 所以你會見到 雖然上個星期 剛才說到的 有西班牙的自治區 一些求助的問題 但你見到上個星期 無論我認為股市也好 或者今天港股回來好 或者亞太區的股市也好 是就是上個星期 美股都偏遠收市 但是跌幅不算太大 而今天來說 港股或者環球股市 亞太區股市也一樣 都仍然有個上升的石頭 所以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 未至於國分憂慮 仍然在看或衝景 未來有些歐元區 或者歐盟也好 有些方案可以落實 慢慢舒緩大家的憂慮情緒 另外也看到西班牙方面的情況 銀行、Bankia方面 亦都表示西班牙政府 亦都向他們注資了190億的歐羅 去幫助他們 去完成資本方面的情況 看到今次的資助來說 西班牙有史以來 規模都是最大的 其實亦都是 看到標普方面 亦都下調了很多 西班牙銀行的評級 去到垃圾評級 不如問一下Rafi你的意見 這個情況會否繼續嚴重 以及他們問題的資產規模 會否進一步擴大 當然 你說調低評級 我相信的確會有延續性 因為其實 說真的 很多西班牙銀行 或者歐洲銀行 也好 資產質素 或者貸款能力等等 其實一早已經有問題 所以 變相來說 調低評級 未來也會有可能性存在 但主要另一邊 相當要看 有可能性存在也好 但究竟市場震浪是有多大 之前跟大家說過 其實你看到上星期好 或者上星期也好 穆迪亞等等 出手調低 歐洲的銀行評級的時候 其實對市場的震動性 不算太大 恐竟戰爭來說 經歷了這麼久 無論西班問題好 希臘問題好 甚至葡萄問題等等 甚至歐債問題都好 其實經歷了年多兩年 甚至最近的 無論大半年都困擾著 經歷了這麼長時間性 其實市場的接受性也有 甚至很多時候都看到 評級這件事其實是很主觀的 甚至有沒有實質的負面性 其實真的不是太有參謀性 舉個比例這樣說 好像去年標普調低美國評級的時候 大家那一刻是很有心的 但你會看到之後 美國債息其實沒有太大變化 反而越壓越低 可不可以看到市場的信心 是遠大於評級機構出手 做這件事的舉動 所以我覺得這次來說也是 就算往後 仍然有調低西華評級的動作也好 整體來說 是有負面因素在 但對市場增浪性來說 我相信越來越會有減輕現象 好 謝謝Rafi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Rafi在跟大家聊天 可以分析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勢 我們繼續歡迎家庭觀眾 有任何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傳email給我們 大市方面最新是升23點 去到18,737點 成交額有83億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可以問答環節